更新公告 地球online服务器将于公元2023年8月24日进行全球同步更新 此次更新内容开启S2023.8.1赛季 更新客户端约为78亿 亚太大区日本服务器将首先迎来更新 更新公告 此次赛季将命名为核岛危机、新增场景、辐射海洋、避难所、地下室等 更新福利 每位玩家上线可在邮箱领取 100千克核岛污染水 赛季战令 玩家可前往核岛地图进行探索 探索期间随机掉落战令宝箱 或可前往商城充值 获得特殊战令奖励、纯净水、防毒面具、防化服等道具 更新角色 辐射生物 玩家有一定概率触发绝版NPC、科斯拉 数据优化 西太平洋海洋生物变异概率提升1.6 其他地图生物变异概率提升0.7 日服玩家平均生命限度下降3且不可逆 本次更新后 外服玩家随机触发 识广抗疫游行等活动 进行玩家自行探索 请玩家勉询相关星球公约 避免封号 本赛季海洋污染部门将持续50亿年 祝各位玩家游戏愉快 再会 来抖音急速版 看视频 领现金